每个过程都没有留遗憾 就是对自己来说最好的事情 hello新浪时尚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龚俊 20岁的时候 20岁的时候我还在上大学 对LV的印象就是鬼 买不起 20岁的时候在上大学 然后周末有时间去跑跑广告的面试 现在跟20岁差别太大了 现在 做工作 以前就是以读书为主 是不一样的状态吧 现在回想起自己大学的青葱岁月 还是挺怀念的 但是每个过程都没有留遗憾 对自己来说最好的事情 不能这样说 只是同行这样说 就拍广告比较多吧 他们都这样 我同学这样称呼 但是也不能这么说 最满意的pose就是要学会笑 拍广告就得笑 开心 把快乐传给大家 笑 知道不需要知道 那个时候挺好的 我会告诉我20岁的自己赶紧减肥 因为那时候婴儿肥很严重 那个时候觉得 我也不知道 那个时候有什么方法给减肥 健身会再见 但是脸上还是挺肉肚肚的 走到路上有人找我 就是通过女生 通过她的同伴 男性 男性朋友过来 要我手机 当时跑掉了 也吓人 没什么遗憾 没觉得 就是像刚才说的 如果真有遗憾的话 就早点减肥 重来一次 就这样吧 挺好的 必须要改变 快乐星球 跟同学在一起啊 每周会去 学校旁边的KTV 或者探政房 或者杀人 每周会 对 然后或者是小酒吧 跟同学们一起去 因为什么 不知道 就最近 哎呦 就不知道 就无可预料 其实这时候 没办法预料 会有舍不得吗 当然会有舍不得啊 二十多岁 不是正是自己 最年轻 最有朝气的一个阶段吗 但是我觉得自己过的还算充实吧 嗯 有舍不得 但是没有遗憾 我觉得三十岁也是个奋斗的阶段 不是三十二历嘛 对啊 就在演技方面 再加把劲 也许可预料 不得 不得 我 也许可预料 最快的 没了 感谢观看